我昨天去录音室录了歌 我年前去约他 他就没空 他说我们这个太忙了 他说每到过年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那种公司 年会这些 需要我来录点歌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很忙 一直跟我说忙 我说行吧行吧 年后再约吧 年后我也没找他 年后我也忙 我生病了 后来这几天的录音室的老板 就很主动的问我 他说啥时候来录歌 我说啥时候有空 因为他比我忙多了 竟然约录音棚没有时间 他说明天后天都行 说好吧 我说那后天我来吧 他说行 那下周录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这周录什么 我知道下周录什么 我还没想好呢 他说没事 我先给你约着吧 你到时候再想 没关系的 我就觉得 这老板怎么回事 这么积极 平时我跟他约时间 起码要约提前一个星期 有时候还要 甚至提前两个星期 去约他的那个档期 然后这回我录歌 录完歌呢 那个录音师就跟我说 他说 哎呀 下回唱什么 我说你们怎么 都这么积极啊 他说这首歌 啥时候能出来 他说很快的 下手录什么 他说哎 你以前都跟我说 录完之后 哎呀很忙啊 加班加点啊 起码要两周之后 才能给你 他说我们现在没生意了 就遇到点困难 我说啊 什么事情啊 我说你不是很忙吗 是不是年前 就是大家那年会啊 把你们的那个订单 给提前消耗了 过完年之后就 就没生意了 我本来就是说 以为经济不好啊 或者说这种 常见的原因嘛 他说哎 你不知道 我们老板 现在天天去要债 我好久没看见他了 他忙着要债 我说怎么要债啊 他说前阵子 哎呀 我们不是接了个大活吗 结果接了活之后 把事情办完了 工作也交出去了 但是没给钱 老板就天天去要债 然后他说 为了接这个大活 把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客户 都推掉了 档期都留给他们了 把那老客户都说 哎你们等等 我们这有大活呢 把人家推掉了 人家去找别的录音室了 然后现在这个大活呢 不给钱 现在就很尴尬 又拿不到钱 又没有生意 我说啥大活啊 你们忙了多久 他说忙了两个多月啊 那个那个欠的钱 好几十万 我说这么多啊 什么活啊 哎 然后就开始倒枯水 他说是那种 少儿培训机构 就是培养 小朋友的那些 艺术细菌的 他说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查到 它是一种诈骗 新型诈骗 他说这个培训机构 专门给那些 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准备的 这些小孩呢 就去唱那种 叫音乐剧 就那个 让小孩子 从小就受到那种 艺术的熏陶 然后这些小孩 就是去交钱 接受这些培训 看看有没有艺术细菌 可以可以培养一下 培养敏 然后他们呢 要出作品嘛 然后就到录音室来录 录了那之后呢 又不给钱 我说你们收定金了没 他说没有 我说你们东西交出去了吗 他说交出去了 当时我就一听 就是一听一个不吱声 我说 当时我就想说 你怎么找我先收的钱啊 我在那里唱歌 录音是预付费的 我提前就买了几十个小时 我说你们怎么给人干大活 你定金都不收的 他说人家大公司 正规的大公司 没想到这种事情 我想我也是很大的IP啊 对不对 多少有点伤人了 咱们合作这么几年 老子不比他的商业价值大 可能这个老板就是觉得 你一年能录几首歌呀 人家是那个培训机构啊 有源源不断的小孩 小韭菜 来录歌 我们就是一个长期合作 强强联手 以后我们就一起上市的那种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是我当时还录了一下 不是听我说谢谢你 你根本不知道 我们这是高端局 少来那个谢谢你 如果说觉得只有什么 听我说谢谢你 这种水平的才会去骗钱的话 你就可能上当 就是骗子也有很多段位的 这是工程啊 听一下吧 你们就知道 不是低端局 你们听一下 英文的 这首歌很难的 我都不敢唱这首歌 这今夜无人入眠啊 这是猫 Daylight 对吧 这个已经算漩涡了 Memory吧 这个还稍微好一点 你看这人家唱的是什么 说错了 不是那个经验诸诺诺诺 我这音乐素养就远远输给了后浪啊 这就是后浪 这个是大概七八岁录的 你记不清了 他录太多了 他们这几个月录了几十万的那个价值几十万的工作量的那个歌曲 全是小孩子 他们所有班级都来录的 所有的 最大的多大 最大的 听出来是什么了吗 还有还有 这是Let it go啊 功不大呢不好意思 这就蛮小了 一听声音就很小了 Let it go 够了就够了 对对 有点萌呢 在我们录的时候感觉 你喜欢这个童虚的 然后有些能接受我就接受了 但是因为这个太小了 你要求他太高痕 听出来了吗 Let it go 小孩子都会讲英文了都会讲这么多英文了 这个英文单独去听 嗯 都不对的 嗯 就混混 就就就听个响 他不知道他唱什么 他不知道这个三词吗 因为这个歌太承认化了 不是那种简单的儿歌 那可以解释什么意思 他这种歌怎么解释 这是承认什么 对对对太承认了 对对 你看听听 这种这种孩子 听他的声音的话 我估计 我估计就不超过五岁感觉 但是因为声音多了合起来嘛 也就这样 这样就这样 这首歌很难的 小朋友的同声更高一点 能唱 但是你 单独听听不了的 还放了原声在里面 嗯 单独听听不了的 你看 对吧 因为年纪太小了 年纪太小了 挺可爱的 这个 是的 这就是干声 What they going to say 其实我觉得 录音师录这种的话 就是 虽然也挺可爱的 但是也挺崩溃的 才五岁六岁 但是小朋友 家长什么 觉得 他们 他自己小孩 想早点学 嗯 早点学呢 就望子成龙嘛 看不了 你还不是学的 表演的 望子成龙 对对对 都这种形态 精准瞄准了 我们 散嗨 散嗨的 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啊 鸡娃的 喜欢 又鸡娃 又又又得 英文又得好 还要留点 艺术细胞的 一听这种骗局 都是为 散嗨家长 量身定制的 你要是去 我就不说哪个地方了 根本骗不到人 一听你说 为什么要教音乐剧啊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要不得的哦 哎 那小孩子怎么 这么小 学这么多英文干嘛 为什么要唱英文剧 英文音乐剧啊 哦 骗不到的 只能骗我们散嗨 散嗨家长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那这个诈骗机构 怎么诈骗呢 他说他就是 忽悠家长 然后我们 大家都为他服务 家长交钱 到了他那儿 他呢 叫录音室啊 或者说 任何场地啊 就配合他们一起 那个 把这个事情做的 看上去 挺正规的 然后突然就告诉你 哎呀 经济环境不好 这个分店 我们关了 请你去 那个分店上课吧 然后这时候就把 就把有一些那个家长就忽悠住了 就好像你买了 健身房的课 但是来不及去上 你也不会去扯皮 你会觉得 哎我好懒啊 我真是太懒了 不怪不怪健身房 但实际上呢 它是那种有计划的诈骗 你过一会儿 不辞辛劳 去那个远的地方 那个也会关 然后过一阵子 他又另开了一个公司 换了个名字 又出来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个公司叫啥 大家没有一点防骗意识吗 就是说 大家其实出得起钱的人 注重孩子成长的人 那种家长 其实没有那么好骗的 不是那种 比较缺乏辨别能力的 那个老年人 对吧 说怎么会骗到的 他说这个 这个人很 很狡猾 他不是说自己存了一个公司 他去找那些 精灵状况很好的公司 就本来是这个公司 这个机构 挺好的 正规的 还有一定的reputation的 就一定的那种 知名度的 好评的 他去投资这家公司 然后人家现在 大家都有投资 肯定都是欢迎的 他通过不断的投资 就拿到了这个公司的决定权 就成为这个公司的最大的股东 像收购了一样子 最后再通过这样 就把一个好公司 变成了一个诈骗公司 机构以前叫官媒音乐剧 然后换了个皮叫魔声音乐剧 经常删掉或者公关掉负面评论 再刷点假的水军评论 导致不明真相的家长上当 在小红书可以搜到 本来是家正规公司 结果被骗子收购 然后他们说从19年就开始了 慢不慢的话 放长线钓大鱼嘛 你又不是那种直接在路边骗钱的 那你说杀猪盘慢不慢呢 还得先跟你谈恋爱呢 对吧 裸聊骗局那还得先跟你聊半天呢 你说慢不慢 人家都是做大生意的人 而且最后 就是他不管是跟他合作的机构 他里面的老师也是这样 老师也收不到钱 工资啊这些都不给他交 老师还不敢维权 我说老师为什么不敢维权啊 他这个老师 很多老师也是被POA久了 他是怕维权影响自己 大家都希望就是说 有人出头来帮大家维权 然后就不用去自己出面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又能够得到解决 因为其实老师 他的那个找工作 他的范围的话 不是没有那么广 可能就业界嘛 他也怕就是自己闹啊 或者说怎么样 就影响自己的以后的就业 我说你报警了吗 他报警没用 他说你这个是合同纠纷 这要打官司 我说那打官司啊 他打官司没用 我说你真没用啊 我说为啥打官司没用 他说他就是换瓶 那个怎么讲呢 这个公司开了 然后收了一拨钱 让这个公司注销 再开另外一家公司 然后最后你打官司 打到后面 你官司能赢 你钱拿不回来 因为他最后的那个什么 那个诈骗公司的那个法人 就是那种悲债哥 就那种职业悲债人 就说哎 老子都是 啥子都没得啊 你找我摇钱 我也没得 摇钱没得摇命一条 官司打赢了 你钱也要不回来 就这样 然后他又就 又再注册另外一家公司 再开始骗钱 就钻法律的漏洞 然后你再 你如果去打官司的话 你不仅钱要不回来 你还得付律师费 你还得付出时间精力 金钱成本 啥都要付出 然后我说你去找电视台呀 他找电视台没用 他电视台说 我们只管老百姓的事情 我说你不是老百姓吗 他说我们是资本家呀 他说我们是公司啊 我们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 我说好 这 我说315呢 他说我找了315 315说 今年已经那个结单了 就是那 停止接订单了 这找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 老板天天在外面跑啊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个事情范围影响大吗 好大呀 他说这个骗子公司 在全国都搞了这种 应该说是一线二线城市 因为这个 他的这个套路就是 瞄准了那种 妄子成龙的父母啊 你在农村可能搞不起来 对吧 孩子上学都是个问题 还这唱音乐剧呢 他就找那种一线城市 找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又比较注重子女成长的 坑这种 我说你们应该提起集体诉讼啊 你们一个人可能被骗了几千块钱啊 金额不大 但是加起来的话就很大了呀 就应该就是找那种 那种愿意接集体诉讼的 然后像他 他的动力也比较大 一起来 一起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那他说律师不愿意接这个 因为打官司打到后面也拿不到钱 没有律师愿意接 然后我说去闹呢 咱们就见走偏锋 对吧 他说这个公司非常非常的专业 就比方说有些开始的时候 有些家长 前几天跟他说 好的我们一定要让他将他绳之以法 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钱 声张正义 但是可能呢 后来他这个家长呢 就跟这个公司达成了内部协议 就给摁下去了 过一阵子再给他发消息 说啊对不起 我现在在外面旅游的 回来再说啊 他钱拿回来了 他就不想再折腾啊 对吧 我帮你们出头 我有啥好处 我还有风险 很现实啊 很现实 比方说家长 或者说老师 被坑的钱呢 可能是几千块 上半块 他们如果说让他们 投入很多时间精力 去打官司 他们也没有这个动力 和没有这个精力 就觉得生活还要继续啊 打官司真的很烦的 而且打到最后也没钱 大家就没有动力 然后这时候 那个诈骗公司就笑嘻了 就说哎嘿嘿嘿嘿 这个就很难 我觉得这是一种恐惧 引发的消费 就是怕自己的孩子 落后于其他人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说什么 不要让自己的下一代 输在起跑线上 就是这样 或者说假设说 我有小孩的话 我也会教他学吧 我特别是要 教他学乐器 因为我小时候 没有学乐器 我可能还会教他 教他学芭蕾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 那个体态不够好 我估计 我也会是那种 比较鸡 鸡娃的那种 那种人 哎 就是那种 control freak 我觉得大家就是 不要觉得受害者 都是特别蠢 所以才会上当 这个想法 对于我们是不利的 也就是会说 哎呀他太蠢了 他所以才被骗 我这么聪明 我必不可能上当呀 这种想法就会 麻痹自己 就会放松 你的警惕 你就会觉得 哦都是他错 他他傻 他坏 他贪 他才上当 还好我聪明绝顶 我绝对不会被骗的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啊 穷有穷的坑 富有富的坑 而且就是说 你看上去 合作多年的 那个老公司 你觉得可以信任 但是也是有风险的 因为他背后也许 被那种坏人收购了 他没有决策权 也是有可能 反正这世界上的坑啊 那是太多了 我看下来